新北市长参选人朱立伦她的太太呢 就体恤老公太辛苦了 已经加入了车队扫街 要来当老公的精神支柱 但是提到对手呢 最近整个阵营的连续文宣攻击 排山倒海而来 她则是痛批蔡英文阵营 打出的文宣战 向心虚的小学生 牵着老婆的手在人行道散步 选战忙忙忙 朱立伦都没时间陪太太高碗欠 趁着天气放晴 决定浪漫一下 带老婆去兜兜风 最后三天了嘛 我太太说 看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车上很辛苦 她说她要做我精神支柱 就站在我旁边 所以要跟你一起去吹风就对 对 不怕风不怕火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太忙了 所以今天是我们可以相处时间最长的一天 距离投票只剩三天 朱立伦把握选举行程里小小而确定的幸福 首度带着老婆站上扫街车 向新北市选民肯托 虽然有台北县长周喜伟插花当电灯泡 但高碗欠兴致高昂 不停的挥挥手败票 但一提到对手蔡英文的文宣攻击 高碗欠就有气 好像我们那个小朋友在学校老是骂人 老是推人 然后呢那个被推的小朋友说 请你不要这样子 那他还要说 你这么壮 干嘛怕我推啊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 说真的 我们都听不懂 只觉得应该是心虚的人 才会这样回应 他没有办法真的直接很有力的回应 所以就用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听不懂 学教育出身的高碗欠 拿小学生行径比喻绿云 捍卫另一半清白 犀利出击 昨天醒我李峰绿桥 NC小组特别报道